澳洲經濟向好加上低息環境 樓價穩升多時 澳洲南部亞德萊德的樓價 在過去10年期間已經錄得超過一倍的升幅 有澳洲地產研究機構的報告顯示 今年7月 亞德萊德公寓價格增長超過5% 成為全澳洲增幅最高的三大城市之一 Rate White Hong Kong行政總裁李開治·James就說 亞德萊德新盤入門價仍然處於低水 而且暫時未受到澳洲按揭辣椒影響 澳洲墨爾本和攝利是升得最厲害的 由於它升得很厲害的時候 政府推出了一些針對海外人士買樓的辣椒 亞德萊爾未有這類型的辣椒出 所以會導致很多投資原本想著投資 例如Sidney或Malvin可能會去投資 James補充 海外買家購買亞德萊德新盤 享有的減稅優惠去到明年的1月1日 又說澳洲匯率正處於升值初期 若投資者有意把握樓價和匯率雙重升值的機會 現在算是合適的時機 Ray Wright今次推介 再落在亞德萊德市中心的最高天制豪亭 屬於單栋高級住宅樓宇提供超過300個單位 鄰近市內最大的救密區 走兩分鐘就去到亞德萊德大學 佔盡地理優勢 而項目最低入場費是42萬澳元 首期現在只需要25萬港幣起 無需支付額外印花稅 發展商提供兩年的五里回報計劃 以及最多七成的按揭保證